110指挥中心接到奇怪的报警电话 路边带血的男子竟然是报案人 我心在想这个人出这么多血 如果不给他打救一下 怕他有生命的危险 玉米地为何会有女子被杀 发现一辆淫灰色的别门教授 教授内发现一具女尸 究竟谁是真正的凶手 庭审现场即将播出 绝命分手 阿荣起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东南部 县城纳吉镇是一个宁静而美丽的小城 2015年8月21日下午5点左右 阿荣起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奇怪的报警电话 报警人称自己杀了人 而当接警人员询问地点时 对方的表达已经含糊不清 一个小时后 也就是下午6点左右 李世傅骑着摩托车带着朋友 去远处的山坡上看牛 看完牛的回来 当天有点下雨 身上林地挺湿 天挺冷 在阳历八月末左右 时间我记着大约 当我们走到 纳赫塔大队前杠的公路旁边 看到一个人满身的血迹 在道旁似意呼救 突然看到一个满身是血的男子 把李世傅着实吓了一跳 但他还是将摩托车停了下来 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心在想 这个人出这么多血 如果不给他打救一下 怕他有生命的危险 当时心里就这么想 敢我站下摩托车了 我往那个打下110 于是阿荣起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再次接到一个报警电话 称在路边发现一名 浑身是血的男子 接到报警之后 我们带领侦察员 赶赴现场开展公路 在这名男子的身上 发现了他的身份证 是黑龙江省甘丹县人 姓许叫许世辰 这样的话我们联系120 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伤者名叫许世辰 在将许世辰送往医院救治后 警方在附近玉米地里 发现了一辆小汽车 同时对现场周围进行勘察 在距离公路西侧28.5米处 发现一辆银灰色的别克轿车 在轿车内发现一具女尸 一名已经死亡的女子 一个满身是血的男子 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性质的凶案呢 警方对受伤的男子进行了询问 因为他这个吼管切开了 他没办法回答 只能点头或者摇头 通过这个简单的询问 他也是对杀死被害人长虹 然后自己自尽的过程 他也承认 我是七七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评审现场 看起来这是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 警方却能很快地侦破此案 是因为那个浑身是血的人 正是片中最开始向警方打电话 报警的男子 据他交代 他是先将车中的女子杀害 而后自杀未遂 那么被害女子究竟是什么人 男子又为何要将女子杀害后自杀呢 刑修后 男子又为何要执意报警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评审现场 2016年5月20日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阿荣齐人民法院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现在开始开庭 带被告人许世晴到厅 被告人许世晴 现年44岁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人 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于2015年10月5日 被阿荣齐公安局逮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181条的规定 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今天在此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由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指控被告人许世晴犯故意杀人罪一案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 被告人起立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呼建公刑诉201620号 公诉人指控 2015年8月21日11时许 许世晴驾驶其租来的别克轿车 来到被害人长虹家附近 将买完菜 准备回家的长虹拽上车 并开车将长虹拉到玉米地内 在车内 许世晴先是将长虹杀害 而后企图自杀 之后许世晴拨打110报警 并随后昏迷 数小时后 许世晴苏醒 并走到公路旁向路人求助 让路人帮助报警 在路人报警后 许世晴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许世晴在自杀 被随后 让路人帮助报警 到案后 能如实供诉自己的犯罪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67条第一款规定 细字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172条之规定 提取公诉 请依法判处 此制 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起诉书宣读完毕 被告人坐下 被告人许世晴 对于起诉书 指控你犯故意杀人罪的相关事实 你是否有疑议 没有疑议 报案人 报案人竟然是 要残忍杀害女子 残案背后 两人又有怎样的恩怨情仇 庭审刑室 庭审刑现场正在播出 绝命分手 下面由公诉人 电护人 依次对被告人许世晨 进行发问 被告人许世晨今年44岁 老家是紧邻阿荣起的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 2015年8月21日那天 许世晨是如何对被害人 常红痛下杀手呢 被告人许世晨 公诉人就起诉书 所指控的犯罪事实 对你进行当庭发问 你可以做有罪的供述 也可以做无罪 或者罪轻的辩解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你在公安机关的供述 都属实吗 属实 公安机关有没有刑讯逼供 隐供 诱供 等非法获取口供的情形 没有 你把那个案发当天 你杀害常红的这个过程 能简要说一下吗 能 说一下吧 我就说杀他的过程 那个你怎么拉着他 就当天 他是在新鲜超市买菜出来 我车站到 王蒙溪水泥厂的四花路 我看着他出来了 我就开车过去了 被告人许世晨说 2015年8月21日上午 他开着租来的一辆小汽车 来到被害人常红居住的附近 等待常红买菜回家 案发当天的12点多 你那个来到这个常红家附近 来到常红家那不是 来到常红家那个 11点 10点到11点之间吧 我开车过去 那个在什么位置等来了 就在王蒙溪去那四花路 在王蒙溪去的 对南边到 等了多长时间 等了没有多长时间 那又 半辣点左右 被告人许世晨说 快到中午时分 他终于看到常红买菜 往家走 于是拦下了常红 我看着他我就下车了 我说你上车 我跟你说几句话 他一直不同意 我坐在他两下了 跟前有开闹 有几个司机看着 完了后期 我在没转完 他就上车了 上车之后 我就上车 我就把车门锁了 我就开车走了 许世晨将常红拉上车后 开着车就往城外跑去 那么被害人在车上 又有怎样的反应呢 这过程当中 你和被害人是怎么谈的 争吵了吗 两个人争吵了吗 没争吵 我就问他 我说你到底是为什么 我说那楼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不说 忽然他就说他扛不了 他爹他忙 就这句话 到地方我要杀 我说咱俩就随比虎了 你说这个到地方 就是在这个杀的这个地方 车已经停了 对 接过他爸电话 他爸问我在哪 我说在查办机 我骗他爸 为什么要骗他呀 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在哪 还接过其他人的电话吗 没有 再接接110 就这样 被告人许世辰开着小汽车 将被害人长虹 拉到了远离县城的一处玉米地中 那么接下来 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呢 被告人许世辰说 他将被害人长虹杀害后 又用刀割紧自杀 拉完人后呢 拉完你自己后呢 你做了什么 拉完我自己后 我就先报警 报警我就能说出来 我杀人了 完了再之后就说不来 都是你这个漏气 完了我报了好几次 那个110那边有个女同事接的 完了我跟他就说不明白在哪位子了 当时啊 你报警的目的是什么呀 报警的目的就是我俩死了 就是为了为了能让那个警察能找着我 我死了 我把他杀了 我必须我得 那啥 我必须我得承认呢 我死了我得有个说法 对不对 被告人许世辰说 他打完电话后就昏迷了过去 那么最后他又怎么到马路边的呢 他又是如何拦截路人 让路人帮忙报警的呢 证明这人是我 那你报警的目的是啥 是要自首啊 还是干什么呀 自首 那你都死了 你咋自首啊 我报警的时候我没死 那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跟警察说一声 对 我报警就是目的就是自首 我杀人了 杀人了 然后呢 然后你又怎么了 再往下说 然后之后我就昏迷了 昏迷了之后 过了 大概能有 两一个来点吧 醒了 醒了 我在车里坐 想了一会儿 我就又下车了 下车我看也没人来 我就下车了 下车了我就往道上走 你下车走了几步 又又昏迷了 当时是走着去的 走着过去 走着过去也能走是吧 能走 完了我就又昏迷了 昏迷到半道 后来 昏迷半道 后来又醒了 醒了 然后我又直接走 这个人我找到到时候 就已经快黑了 完了我就结个录音 结个录音 我就说不了话 我就各手比分110 完了 现在有两个录音 害怕我都跑了 或者有一个录音 考验给我播电话了 然后把你报个警 完了这个人我就 啥也不知道了 我就过去了 等我再醒了 就在医院了 你自杀的目的 就是想了结这个事情 是吧 就想把自己的生命 结束了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我就不想我了 你被送到那个医院之后 是否配合医生治疗 配合 配合 完全配合是吗 先是一定要 治被害人长红于死地 行凶后自杀 又一定要报警 被告人许世辰的行为 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那么许世辰 与被害人长红之间 到底有着怎样的 纠葛 为何被告人 许世辰 要做出 如此偏激 残忍的行为呢 让我们继续关注 接下来的 法庭审理 案发那天 被害人 长红的父亲 在地里干着农活 每到中午 他都要去接 自己的外孙女 也就是 长红的女儿 放学 快到11点半钟的时候 他接到了女儿 长红打来的电话 他就给我打电话 说爸呀 我让他给我滑了住了 我一听他滑住 那指定就是他 他以前他说过 就是那个 许世辰他说过 说的那个 你要是不跟我俩过 又是怎么怎么 就我开车 又是 又摆你壮实 又是摆你 摆你孩子 和你家 都整死 长红的父亲说 案发之前 一两个月 许世辰 对他们 就进行过威胁 没想到他 竟然真的 付诸行动了 那么许世辰 与被害人 长红 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你之前是 生活在甘南 那你是什么时间 到张塔尔村的 99年 是怎么和被害人 长红相识的 相识 我搬到张塔尔 的时候我就认识 在认识之前 你们两家 都有家庭吗 有 你和被害人 是什么时间 在一起 10年 2010年 对 2010年 原来 被告人许世辰 与被害人长红 曾经都有 各自的家庭 1999年 许世辰来到了 阿荣起做生意 认识了长红 你是什么时间 离婚的 10年 为什么要离婚 为了长红 他先离婚 他是09年离婚 他是09年离婚 你10年离婚 对 各自离婚的目的就是 就是为了在一起 为了和长红在一起 对 被告人许世辰说 他与前妻离婚并不容易 前妻开始死活不同意离婚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说 你的前妻 跟你离婚的条件 就是要钱 拿财产卡 我不想跟我离婚 还自过杀 这些情况被害人都知道吗 被害人都知道 我包括我姑娘 跟我姑娘断绝父子关系 他也都知道 因为他我跟我姑娘 打两大嘴巴 我姑娘五年都不跟我联系 被告人许世辰说 他与前妻离婚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财产全部给了前妻 女儿也跟他的关系闹僵了 当时你和你的前妻离婚 是财产怎么样一个封锅 财产我前妻 不让我和长虹宅一起 要宅一起就拿财产来卡我 你说具体点怎么卡 当时你有什么财产 我一个煤厂有个建材店 一个煤厂 一个建材店 对 完了那个长虹他同意 我跟他说了 我说这么来宅一起就得撒也没有 我讲了你能给我过场 他说你慢点 把这些过程说清楚 完了他说的那个 要是这没想开别去吧 我有房吧 不行卖房 咱们干这个买卖也行 或者我借钱也行 我是能借着了吗 我说我的亲亲朋友 就因为咱俩在一起 都不愿意搭鼓 这说实在话 那时候我就已经就后悔了 但是他离了婚了 他说那天我都离了婚了 那你说你这不也坑我一样 这我也是没有办法 当时给你前妻分割了多少财产 大概有三四四五万块钱 我也记不太行了 因为我前妻干账 我前妻看病花了不少钱 前妻花了两万多 两万多 2010年被告人许世晨 和被害人常红生活在了一起 那么两个重新组建的家庭 又是怎样的生活呢 被告人许世晨说 虽然他们俩是离婚后 重新组建的家庭 但两人的夫妻感情一直不错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你俩这个感情一直就是刚才通过公诉人和辩护人 对你的这个发动过程当中 你也说了 你和这个被害人的关系 一直也非常好 是吧 这个什么时间 你俩这个就是关系恶化了呢 关系也提出分手 也没谈到什么恶化 我们始终也没干脑 也没吵了 就是我上大连去打工宴 我就感觉他这个电话就是打得少了 你到大连打工和那个距离案发时间 这个是什么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就是案发一个多月之前 你们从那个大连去打工去了 是这个意思吗 许世晨说 两人的关系恶化 是从案发一个月前 他去大连打工的时候开始的 那么许世晨为何要一个人去外打工呢 那他没钱 他不借钱花 他哪来钱呢 他也得生活 他个个人也得消费 这个这个啊 他没有钱走 也往家 也没扔一分钱 就是反正给我这吃狗 说孩子我管呢 就是他跟他俩过那时候 孩子也是长年在我家 我管呢 被害人长虹的父亲说 许世晨和他的女儿生活在一起后 由于没有什么收入来源 夫妻俩经常为钱吵架 于是许世晨去往大连打工挣钱 不我在大连打工的时候 我就感觉他给我打电话特少 基本上不打电话了 不怎么联系你了 我就感觉怎么就好像怎么就疏远了 我就回来了 回来我们也没吵吵 我们也啥说没有 因为我根本就没发现什么 对不对 许世晨说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从大连回来后 长虹竟然向他提出分手 你认为长虹提出跟你分手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是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他父母 一个是他 但是后边这个 咱说完呢 我听那个电话 我是根据那个电话 但是我不确定他外边 到底有没有人 这晚上不能瞎说 人毕竟要为杀死了 咱不能污蔑一下 他朋友给他打电话 说他买楼 我就问他了 我说你这楼你怎么买 你哪来的钱 他就不说 就这样 许世晨与长虹两人 生活了五年后分了手 按说夫妻结婚离婚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为何被告人许世晨 最后会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呢 那为什么后来 还是采取杀他的这个做法了呢 我杀他的做法 因为我考虑很长时间了 我一想到我的女儿 我一想到我以前 种种跟我前妻离婚 我一想到他骗我 他说跟我斋起 穷他也愿意跟我斋起 这过程 被告人许世晨觉得 自己是被长虹给欺骗了 因此对他充满了怨恨 才有了报复之心 这样问你一下 因为你在后来 在杀长虹之后 又采取了自杀的这个做法 是吧 你自杀这个想法 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我杀他 我没杀他以前 我没想杀他以前 我就不想 你就想自杀了 我就想死了 我一想他不跟我握了 咱挣回来钱了 也是有情可原 我没想到他 或者他能骗我 也就是说呀 你首先是想自己 不想活 对 我想自己死 是吧 然后那个想到 要杀长虹 是这样的吗 或者是他激怒我 我才想杀他的 或者他爸 还有他爸激怒我 我想杀他的 你自己本身也 有自杀的一个想法 自己本身就有自杀想法 嗯 同居五年 他们却反目成仇 我一想到我的女儿 我一想到我以前 种种 我前妻 跟我前妻 我一想到她骗我 男子竟然将女子杀害后 自杀未遂 我把他杀了 我必须 我得 我必须 我得承认 我死了 我得有个说法 对不对 举证致证 公诉人将出示哪些证据 法庭部 辩论 控辩双方 又将有怎样的观点 被告人 许事成具有自首情节 应当同情 减轻处罚 许事成啊 他自首的目的 并非是一种悔罪的表现 而是出自一种 自私的个人目的 庭室现场 正在播出 绝命分手 举证致证 下面开始 举证致证 首先由公诉人 出示指控被告人 定罪量刑的证据 首先出示物证 材质刀一把 绳子两截 是许事成做案时 所使用的凶器 公诉人首先出示了 被告人许事成的 作案工具 许事成就是用 这两种作案工具 杀害长虹的 而后 公诉人出示了 公安机关的 接警记录 证实2015年8月21日 19时05分 阿荣齐公安局 刑警大队 接到阿荣齐 霍尔齐镇派出所转警 称在阿荣齐 霍尔齐支木轮 村五祖 西北山 随尼路西侧 有一男子 颈部受伤 面部有血迹 犯罪嫌疑人 归案情况说明 在证据卷第八页 证实 许事成在作案后 拨打110报警 但因喉不有伤 并未说清作案地点 2015年8月21日 18时许 许事成走到公路边 并拦截路人 打手势 让路人报警 被告人许事成 与被害人长虹两人 能够在一起生活 是非常不容易 两人之前 都有家庭和孩子 那么最后 长虹 为什么要与许事成 分手呢 为此 公诉人 宣读了被害人 长虹朋友的证言 公诉人 继续举证 下面出事 王淑梅证言 在证据卷78-82页 证实 许事成与长虹 是夫妻关系 但是二人没有顶证 长虹与许事成 有矛盾 原因是 许事成 外出打工 也不挣钱 还有外债 长虹不想和许事成过了 要和许事成分手 分手后 许事成跟长虹说 要报复长虹 案发当天 中午吃饭时 长虹给长玉柱 打过电话 许事成平时脾气不好 为人出事还可以 爱喝酒 不抽烟 不赌博 请对 证言进行执政 对于 王淑梅 证人王淑梅的证言 是吧 王淑梅 对 对王淑梅的证言 被告人是否有意义 没什么意义 最后 公诉人出示了 公安机关的侦查民警 对案发现场的 勘验照片 县民出示 勘验检查 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现场勘验检查笔录 现场图集 现场勘验照片 阿公行刊 2015K 1521 122000 120 15080043号 证实案发现场 及周边的情况 将现场勘查笔录当中的 照片 让被告人辨认一下 被告人 你看一下 是不是当天的案发现场 是 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 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 我们已经清楚了 被告人许世辰 和被害人常洪 原本都有各自的家庭 因为某种原因 两个人日久生情 各自离婚 然后生活在了一起 被告人 被告人许世辰 为了和前妻离婚 可以说 落得个一无所有 连女儿都不愿意搭理她 而最后 当常洪提出和她分手后 感到绝望的她 选择了和常洪 同归于尽 不过 没想到最终 自己却活了下来 被告人许世辰 因为有自首情节 那么她能否得到 从轻处罚呢 让我们继续关注 接下来的法庭辩论 法庭调查结束 现在进行法庭辩论 首先由公诉人 发表公诉意见 胡隆贝尔市人民检察院 公诉意见书 审判长 审判员 人民陪审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 第184条 第193条 第198条和第203条的规定 我们受呼隆贝尔市 人民检察院指派 代表本院 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 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公诉人认为 被告人许世辰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该以故意杀人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通过今天的庭审 希望可以给我们 以下两点启示 一是我们应该 珍惜的是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家人 珍惜家庭所带给我们的幸福 不要因为一时的享乐 而失去我们本该珍惜的人 二是 当我们遇到挫折时 应该理性地看待问题 不应被愤怒 充昏了头脑 从而采取极端的行为 那时后悔也为时晚矣 中上 起诉书认定本案被告人 许世辰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依法认定被告人有罪 建议法庭 综合全案事实 证据及被告人的认罪 毁罪态度 依法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对于公诉人的辩论观点 被告人的辩护律师 又会如何为许世辰辩护呢 辩护人对于起诉书 指控被告人 许世辰犯罪事实及罪名 没有引议 被告人许世辰 具有以下法定和拙定 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一 被告人许世辰具有自首情节 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对于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 许世辰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观点 公诉人会认可吗 许世辰他自首的目的 并非是一种毁罪的表现 而是出自一种自私的个人目的 因此公诉人 虽然对自首进行了认定 但是不建议法庭 对许世辰重轻处罚 被告人辩护人认为 本案中 被告人许世辰除了有自首情节外 被害人常红也存在着一定的过错 被告人在本案发生中有一定过错 被告人与被害人组成新的家庭 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放弃了原来的家庭 与原来的配偶 与婚生女不联系 因被害人嫌弃 被告人收入低而分手 情感纠葛激化导致本案的发生 而情感激化的主要原因 在于被害人的绝情行为 对于许世辰的辩护人提出的 被害人有过错的辩论观点 公诉人又会有怎样的答辩呢 被害人是否具有过错 因为感情的矛盾 许世辰与常红发生了纠纷 从而产生了这种杀害常红的行为 这种原因并非是许世辰 采取这种极端行为的一种理由 感情矛盾在现实中经常有发生 如果都采取这种行为 那么整个社会的危害后果将不可想象 因此公诉人认为被害人常红 在整件事情中并没有直接的过错 导致其被杀的这么一种行为 被告人许世辰是否有新的意见 我有意义就是报警 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算报警 但是我的内心也就是报警 但是他说那个收拾那个我心里也有那种想法 但是我的目的就是也是报警 也是收拾吧 这想法确实是你的真实想法 真实想法 对 现在法庭辩论结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193条的规定 法庭辩论终结后 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现在由被告人做最后陈述 被告人许世辰 起立 你可以就自己的行为啊 谈一下认识 对法庭说明态度 也可以对法庭的定罪量情 提出建议请求 没什么要求 你对自己的行为有什么认识没有啊 我的认识就是把长虹杀死 我挺对不起的 给他的孩子倒得挺大的 不好的后果 好 坐下吧 本案法庭审理 已全程记录在案 听后经合一厅 研究后 择日裁判 如需再次开厅 或者进行其他审理程序 法庭将另行通知各方 现在休听 法警将被告人许世辰 代出法庭 2016年5月25日 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被告人许世辰故意杀人案 做出了一审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许世辰 不能正确处理自己的情感问题 预谋杀死长虹 以构成故意杀人罪 案发后 被告人许世辰自杀未遂 后让路人报警系自首 被害人常红向被告人许世辰 提出分手 系正常处理个人情感问题的行为 不存在过错 综合被告人许世辰的犯罪性质 情节 认罪态度等情况 法院最终判决 被告人许世辰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考虑到被告人有自首情节 法院一审判处许世辰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许世辰与被害人常红 原本都有各自的家庭和孩子 而两个人为了能够在一起 选择了将原本完整的家庭拆散 事实证明 他们的感情没有经受住时间的检验 有些人可能会面临家庭责任 和个人情感的选择 希望能以此案为界 多一份理智和冷静的思考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听众现场 我是清奇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